工作时间长,薪水又低,再加上不敢乱休假,让许多的上班族感到吃不消 因此就有人力银行业者特别进行上班族倦贷与休假调查 结果发现有高达九成的上班族对于工作有倦贷感 一起来关心这个调查结果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九成对工作倦贷的上班族 认为最常在礼拜一的下午两点爆发倦贷感 而最感到疲劳的行业就是传播媒体、餐饮住宿和科技业 另外有三成四的人还没时间休到年假 八成以上的人很想离职 调查当中我看到有这个影响到自己身心状况的 大概在这个有倦怠症当中的这个百分之六十 有这样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那影响到身心的情况 前几名大概是最容易就是这个肩颈僵硬腰酸背痛 还有心情忧郁 那当然像这个暴躁易怒、肠失眠以及免疫力变差 肠感冒都是一些这个所谓的并发症的一个情况 在实际的案例当中 像这位街头艺人黄先生经常靠着赋予技巧和魔术表演 带给许多路人欢乐 其实他以前可是年薪百万的工程师 像我们从早上八点半进去 原来上至少待十二个小时 然后通常是晚上八点多或十点才可以离开 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那另外因为事情很紧急 所以上面长官压下来的命令也都会很赶 那相对自己用了输压的方式 可能就比较不正常就是用吃 大吃大喝 那所以相对就是自己的体重也跟着上升 而在人人称县的幸福企业中上班 不但工作时数固定 连休五天还能换取2500元的奖励金 只要碰到生日当月 那计划金休假奖金会加倍 那平常不是生日当月的话 这个计划奖金就是一天以500点 那一次连续五天可以有2500点 那福利基点的点数的兑换来讲有很多种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拿游游卡 因为游游卡其实受老婆指示 因为她可以用 因为游游卡来讲公司给的福利是 用900点可以换1000元的游游卡 人力银行表示 工作倦贷感的特效药就是休假或是加薪 不过这样的幸福企业不多见 建议上班族可以利用工作之余 满足自己的兴趣 也是最好的抒压方式 中江台北新闻许超雄才能报道